干净一直都是人们定义一个人的标准 相比于邋里邋遢的人 多数人都喜欢干净的人 对于有重度洁癖的人来说 家里的某处不干净 就会觉得浑身都难受 可是我们身上所有的部位 都应该追求干净吗 其实并不是的 身上有几个地方并不是越干净越好 如果喜欢干净的话 自己的过于干净反而会生病 看看你做对了吗 身体这几个部位最好不要太干净 1.耳朵 耳朵真的没有必要三天两天就掏一次 经常掏耳朵内部和外部 会刺激外耳道皮肤 损伤外耳道 从而引起骨膜外伤 使得皮肤淤血 造成耳屎分泌增多 堆积严重 反而会导致耳屎越掏越多 而且如果挖耳朵的力度没有控制好 损伤了外耳道皮肤甚至耳膜就得不偿失了 外耳道被损伤之后 细菌趁机侵入就会形成外耳道炎 炎症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的话 就会激发感染甚至会影响大道 经常掏耳朵也会对听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建议不要经常静的掏耳朵 平时只需要做好耳朵外部轮廓的清洁就可以了 另外在饮食上不要吃过于辛辣刺激的食物 2.肚脐眼 这一点真的是要逼死强迫症了 曾经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个强迫症 洗澡的时候非要抠肚脐眼 结果把自己抠进了医院 经常抠肚脐眼会引起炎症 如果炎症扩散到腹腔就会造成腹腔内感染 肚脐眼是因幼儿离开母体脐带结扎后 必所遗留的 也就是说肚脐眼在胎儿时期是与腹腔相通的 有些患者会发生脐带必所不能 导致肚脐眼与腹腔相通 那么一旦肚脐发生了炎症 就很可能会扩散到腹腔 引起腹腔炎症 平时没事的时候 冲洗一下肚脐眼就可以了 抠他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的很多商家 真的是被利益充昏了头脑 营造出了什么洗洗更健康的说法 其实女性的私处是不建议经常清洗的 平时只需要简单的清洗就可以 用一些洗液 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 很可能会让你患上妇科炎症 正常的情况下 阴道里有大量的益生菌 维持阴道里的菌群平衡 使得阴道不患炎症 过于频繁的清洗 不利于阴道内正常菌群的繁殖 会使得阴道内的正常菌群失调 容易发生阴道炎 建议平时每天只需要用温开水清洗外阴就可以 注意性生活卫生 勤换内裤 尽量地少穿紧身裤 平时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多喝水 多吃蔬菜和水果 多运动来增强抵抗力 四 面部皮肤 有些人天天洗脸 肤质却越来越差 就是没有了基本保护所导致 关注过护肤的人应该知道 人的面部皮肤上有一层薄薄的角质层 这一层的结构是用来抵御外部刺激的 比如平时化妆 风吹日晒等 角质层能够适当地减轻来自外部的刺激 但是如果频繁地使用深层的清洁用品 把脸上的油脂角质全部都清除干净 肌肤就会完全暴露在空气之中 要知道肌肤本身是极为敏感的 自然环境复杂 皮肤往往承受不住这些刺激 清洁面部需要根据个人的肤质来决定 如果属于油皮 出油比较多 那么用控油洁面产品洗脸是必不可少 清掉多余的油脂 才能够让肌肤保持水油平衡 如果属于干皮 则建议用温和的氨基酸洗面奶 这样才不会伤害表面的角质层 同时帮助肌肤锁住水分 洗脸的频率可以根据肌肤的状态来决定 如果每天都有化妆需求 那么早晚都必须要配合洗面奶来进行清洁 清理油脂的同时 还能够清洁到化妆品的残留 如果没有化妆需求 则可以在早晨用一次洁面产品 清理皮肤表面在夜间出的油脂 而晚上可以直接用温水来清洗 减少刺激 该干净的身体部位 一定要认真清洗干净 第一个就是指甲盖 指甲盖一定要保持干净 哪怕是细微的灰尘 也要及时地清理干净 因为平时吃饭做事 用到的最多的就是手部 而指甲盖是指尖的部位 如果没有清洗干净 可可能会伴随吃饭的动作 被吃进肚子里影响健康 其次就是脏脏的指甲盖很影响美观 给人很邋遢的感觉 平时注意指甲不要太长 太长的话 非常容易把脏东西留在里面 不好清洗出来 另外就是要及时洗手 洗头的时候都用指甲 洗发水既可以把头发洗干净 又可以顺带把指甲内的脏东西给清洗出来 第二个就是肛门 之前说了女性的私处 不要频繁地清洗 那么现在说一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 肛门处都要认真地清洗 增长肛门处的清洗用温水做浴10分钟左右 即可 也可以用一些带盐水或者是肛蒙酸钾 但是意义并不是太大 如果有痴疮肛裂等肛门部的常见疾病 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来做浴 另外 晚上洗澡淋浴的时候也可以用水对肛门部多冲一会儿 也可以稍微扒开肛门对于肛门的内侧进行清洗 如果有冲水的马桶盖效果就会更好 想要好好的养护肛门 平时还要做到不喝酒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排便时不看手机尽量地缩短排便的时间 晚上也可以再做一做提肛运动 这样综合处理对于肛门就更好了 日常洗护身体这几个方面一定要注意 首先是清洗的力度 这一点在中国主要是集中在北方人的身上 北方人有搓澡的习惯 但是这力度一定要注意 如果经常搓澡损伤了皮肤 要小心得猴子 猴子又称为扁平油 是因为一种人类乳头状流病毒 进入到皮肤内引起的表皮良性坠生物 之前就有一个病例 跑了几家医院看病都没有找到原因 病情反复 最后发现原来是因为每一次的搓澡 都将皮肤搓破导致了局部皮肤的感染 而这种病毒就趁势进入到了皮肤当中 就开始攻击皮肤的表层形成扁平油 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都不要太过用力的搓澡了 运动之后不适宜马上洗澡 如果在进行了高强度的运动之后 立马去洗澡很容易引起大脑缺氧 建议大家一定要等到整个心跳 平复下来歇息一段时间再去洗澡 这样才更安全 当然喝酒过量之后也不能马上洗澡 这个时候洗澡非常容易摔倒 同时醉酒之后洗澡会加速酒醉的程度 说不定本来是六分醉 洗澡洗到中途变成了九分醉 如果喝酒了并且有了醉意 最好的方法是等到酒醒之后再洗澡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